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 先给你们看看我这个度完下的红粉佳人 是不是很漂亮啊 虽然他们现在还是小朵朵 还没有出入状态 但是可以安然度下 已经是很棒咯 慢慢的他们就会出状态 然后你看这些叶片 自己掉下来也都敷小牙了 再给你们看看这一盆 这一盆是我自己叶夫出来的红粉佳人 是不是长得也很好啊 你看叶夫出来你看都是多头的 这个已经是一二三四四个头了 看是不是很好看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种的雪莲 是不是越看越美啊 在阳光下显得更仙气了呢 然后看看再来看看这个纸盒 就知道我又买韩肉了哈哈 这次买的是什么呢 给你们看看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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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颗 就是这一颗 这一颗漂亮的多肉 美不美啊 它叫做紫香饼 我觉得它好漂亮哦 好美啊 你看看它身上的那个菱格纹 好美啊 而且叶芯已经变绿 开始在生长了 看它也是一个坎头苗 好漂亮哦 人就是这样 当你一旦喜欢上这个美肉 而且我现在升级了 我爱上韩肉了 一旦开启那一道锁 跨过那个门槛 就停不下来了 我只欣赏韩肉啊 好漂亮哦 它本来也是有白霜的 但是大家都摸摸摸摸摸 这一颗我买的时候 也是只剩下这一颗 大家都是拿起来看看 但是我去网络上查 它变成一个大群生的时候 超美的 整个都是这样 紫红紫红的紫香冰 超漂亮的 它身上的白霜 比较薄 然后这个雪莲 你看身上的白霜很厚 所以 表示它防晒措施很好 应该是非常耐晒 那这一颗呢 这一颗呢 薄薄的白霜 表示它不是很耐晒 老板说 这两颗都是 比较不适合叶芙 因为很困难 然后呢 怎么繁殖呢 只有用砍头的 或者是等它长 侧牙 小幼苗的时候 再砍下来千叉 而且它成长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慢 但是现在天气凉凉的 应该很好发根 所以 我就买回海了 除了很喜欢 在听它这样保证之后 我就买了 你看我的手这样抓着 表示说它事实上也不小 我把它种下去之后 它吸收水分 应该就会整个展开来 就先来帮它换个盆吧 哦 不是换个盆啦 是直接种下去 来吧 这个戒指 我大概是用百分之六七十的颗粒 然后一样中间再加一些赤芋土 然后一样用那个黄金麦饭食来铺面 动手咯 中间吃芋土加上去 因为我刚开始加水 你看看 好像有点太多 然后旁边一样 先用麦饭食 直接先铺面了 因为它这个 你要直接先铺面才好操作 它就整个中间挖个洞 让它做进去就可以 1 3 3 5 4 5 5 6 9 5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挖一个小洞 然后就把这颗漂亮的香槟 就直接这样做上去 这样就种好了 好漂亮 好了 这样这个美肉 紫香槟就种好了 有没有很美啊 虽然这个盆有点夸张的大 但是它如果展开来 很快的这个盆就会差不多 我都比较喜欢预留一个空间给它成长 因为我这样溜边浇水 有足够的空间比较方便 其实紫香冰跟那个雪莲它们都非常耐旱 需要的水分挺少的 所以不用时常浇水 我现在要预防的就是不要有其他的因素 来捣烂啊 最近我们这边在挖路很多老鼠都乱跑 真是讨厌 好了 这个漂亮的韩肉紫香槟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